57岁的台语歌后江慧 出道以来唱红多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更被誉为台湾近代三大巨星之一 和邓丽君、凤飞飞并列 虽然资历很深 但是也喜欢和年轻歌手合作 像是周杰伦、张慧妹等 都是她的好朋友 不少歌曲也受到年轻人欢迎 粉丝可说是跨越老、中、青三代 相当有影响力 她2015年宣布封卖告别歌坛 之后就过着惬意的退休生活 日前传出她出手买下总值4.27亿豪宅 是目前台北市最贵的案件 内部曝光后让粉丝惊呼不已 图片来源 中时电子报 据苹果日报报道 台北市目前最受瞩目也最贵的豪宅 先后被中国糖果大王 迪化街百亿家族看上 现在传出 就连天后将会也出手买下 位于27楼 总面积176.37平 还有三个车位 总价4.27亿元 相当大手笔 图片来源自由时报 据悉日前传出有将信买家 已经出手买下了27楼4.27亿一户 记者交叉比对的及腾本还有娱乐圈内的消息 确定这位买家就是天后姜惠 事实上 姜惠和建商老板林敏雄 颇有私交 原本就是对方的终身公益代言人 如今出手买下旗下豪宅案 也可说是意料中的事情 豪宅内部近日也曝光 豪华程度让大家都惊艳不已 图片来源 经周刊 从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到 房子内除了有露天有泳池 也因为地势高 远眺周遭风景 还有山林造景 几乎是一整座公园的院子 挑高迎宾大厅 可说是奢华中又享受自然气息 非常适合天后退休后养老生活 影片来源 苹果日报 看起来真的很厉害耶 真不愧是天后 其实光是全力经或是歌曲的税收 应该就拿很多了 享乐生活真的是退休才开始 前面辛苦几十年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